从一些就是一些一般性的软体慢慢可能会再走向就是那个商用的部分 那商用部分这一块呢 那也许没有那么快 可是哪一天我觉得啦是趋势 你不要等到大家已经都在用的时候 你才要 那你可以再慢慢的你可以先做出一点东西出来 让人家知道说你有这方面的能力 也是一个机会啊 OK 好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可以再把前面的部分稍微再看一下 我觉得这里面我最近在整理我发现其实还蛮清楚的 而且至少我觉得我这个画面 抓的比书里面的还要有时候还要更清楚 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 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那地图部分 还有就是说其他再来 我们地图好像做了单一个地图 静态的动态的 另外就是资料 像都local storage有没有怎么样存也小量资料 还有就是说那个webseql网那个资料库部分 像这一体也会用到资料库 所以如果你资料库部分有点遗忘的话 各位不妨怎么样 把这边稍微看一下 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那个画面上面 这个表单怎么做的 基本上这个表单要做出来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遗忘的话没关系 请看这个图 重点就在这里 稍微看一下 一样画葫芦一下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表单了吗 那表单后面的话你要新增资料 你就是建一个资料库 那这样的话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建一个资料库出来 并且可以新增 而且还可以查询还可以删除 所以按部就班 那程式码在这里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所有的程式码都在这里 那你可以把这边稍微参考一下 试着做出来 我想很快的 基本上这个这个就可以灵活应用 还有least view 那上个礼拜的这个第14 也就上礼拜讲的 我们新增一个表单 其实也就很简单嘛 总共会你要插入一个地标的时候 比如说你今天到了一个景点 你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那你需要放四个资料 把它存在资料库里面 第一个是它的名称 第二个是它的那个内 就是详细内容 还有纬度跟精度 纬度跟精度 这个是由你的手机本身的那个GPS去抓到的 然后帮我们填进来 所以这两个讯息不用填 主要你就填完这个 比如说你今天去哪一个 经典吃东西你觉得不错 另外它的内容在哪里 那你可以插入一个一笔资料 那将来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景点 怎么样 因为有经纬度嘛 所以可以利用这个经纬度 可以帮我导航 找到那个位置 直接就可以到那个地方了 其实利用这个APP 可以增加生活上面很多乐趣 好 好